空中转体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 展现高超的冲浪技巧 受到东北气风的影响 近日金珠海域的风浪比平常增强欲歇 选手们表示因此产生漂亮的浪 可以激发出个人最佳的冲浪技巧 今年的浪挺不错的 每年都很高兴这个时候 可以见到很多世界各地的朋友 然后每次都可以看到自己跟他们的差异 那就知道每次都有地方可以修正 下一次可以怎么样更好 这样子 我们去到北方的城市 我们浪费了这种非常有趣的浪费 它是美丽的 山河都很漂亮 我从来没有见过它 所以它是美丽的 你觉得今天有浪费的浪费吗 是 浪费的浪费 这是最好的日子 所以能够进入水 2024台湾国际冲浪公开赛 8号起就在多可乡 金珠鱼港的浪尖开赛 吸引来自全球10个国家 200名顶尖冲浪选手奇迹 赛事围起9天 今年跟去年一样也超过10个国家 200多位的国际选手来到台湾 不只这样子我们还在十五十六的时候 也要请到很多艺人 有高屋人 有理想混蛋 这些卡司来到现场 希望可以带给我们冲浪的选手 有一些新的不一样的体验 本次赛事在QS5000高积分的加持下 推业的行为赛冠金 即亚洲七积分第一名的选手 2023年获得南宁冠金 选手也回归本次赛事 再次争夺冠金宝座 国内冲浪选手也不遑多让 希望以国际选手们在这次比赛中 争夺台湾国际冲浪公开赛的最高荣誉 原则新闻法部人 台中东河采访报道